欢迎大家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121集 俗话说的好 清酒红人面 财博动人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酒啊 它没有颜色 可是喝到肚子里呢 脸是红的 这个银子呢 是凉的 钻到手心里呢 这心是热的 那么阳间如此 阴间也这样 崔先生给了鬼差钱以后啊 这鬼差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的转换 于是呢 张世飞便问了崔先生 不至于吧 不是这给钱和不给钱 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崔先生 耸了总监 死后的世界 永远是映射活人的世界 现在这社会 有钱的话 你撞死个人都能判六年 活人都这德行 更何况死人了 阴氏和地府的时间 落后咱们现在的人是大概有五十年 正是投机倒把的好时候 而且那些鬼差说实在的 岗位不好 没啥有水可捞 因为现在的世上的阴阳先生都快死绝了 没人给他们上供 如今好不容易碰上我这个赞助商 终于能让他告别半导体 走进数码化了 他们自然会把我当作上币 没啥好说的 情理之中啊 这正是 阴氏本无路 后来有了赞助 也就有了路了 听崔先生说到这里 张氏维格里来应不由得伸出了大拇指 高 实在是高啊 崔先生半边脸笑了一下 然后倒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将手中的烟头一掐 继续说道 你也别说啊 这阴氏修火车呀 修的还真不来 这次去竟然没啥等 客流量相当高啊 比起以前确实提速了 我把那兰姨姐姐送上了车以后 也就回来了 袁大叔 你要问我有啥新奇事 也就这个了 还有 回魂路还是那么恶心 回魂路 张氏维问道 问道 再跟我们讲讲这个呗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崔先生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 边嚼边说 哎呀 真想不到你还对这番人好奇 还有啥事 说吧 张氏维想了想 然后有些犹豫不决的问崔先生 其实吧 也许只是我多心啊 不是那晚在我回家以后 我一直在想那姐姐的事 我的意思是 你说他等了几十年 难道真的因为我的几句话 就大车大雾了吗 会不会太简单了 听张氏维说完以后 崔先生顿时沉默了 两酒 只见他又拿起了酒瓶 咕咚咚的往自己的杯子里倒着啤酒 啤酒的墨子溢了出来 崔先生握着杯子 然后叹了口气 哎 想不到 还是被你发现了 崔先生这么一说呀 张氏维心里咯噔一声 难道他还是 说实在的 张氏维心里此时还真的挺不是滋味 虽然他早就有预感 但是从那崔先生口中说出这话 还是让他心里有些难受 那崔先生喝了口啤酒 然后对张氏维说 你想想啊 他出生的几十年不算 但是死后的几十年来 所沉添下的爱恨情仇 又岂是你呢 一两句话就能够化解他 那他为什么 张氏维叹了口气 崔先生又是一杯酒下肚 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血色 干这一行呢 往往都是黑白颠倒 因为鬼怪要挟之流 往往都是半夜三经才上班啊 所以呢 作为陪他们的陪练 这叶阳先生的夜晚才是出勤的时间 更悲催的是 在这个今天你不挣钱 明天就会饿死的年代 如果你白天不干活的话 过不了多久也会变成鬼 外加上精神压力极大 所以呢 大多都脸色苍白 而且呢 都顶着个黑眼圈 如果再套个头套的话 打眼一瞅都跟约翰尼德普似的 崔先生前几天刚刚跟那极烟极煞斗过 没有休息 又去阴市转了一圈 要知道这过阴这种行为是极其消耗精神的 崔先生为了那女鬼也没有办法 纵使自己硬扛也要扛下来 所以这几天呢 他的精神一直不怎么好 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他那煞白的阴阳脸以及黑眼圈 已经彻底的将他出卖了 崔先生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然后抬起了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对着张士飞说 因为这个呗 胖子十分莫名其妙啊 不是 这关太阳穴什么事啊 那崔先生骂道 狗屁太阳穴 赶紧把嘴闭上 看见你就不烦别人 悲催的李莱英今天实在是走背字啊 总是还说 但是他自从到了福泽堂以后 这也怪难为他的了 想想以前的李莱英是多么铁骨争争 欺男霸女的一条胖子 但是他在福泽堂打工到现在 一身的臭毛病 愣是让他满嘴吐毒的崔先生给板了过来 不光是因为崔先生能打 更多是他从心里对这分头充满了敬畏 见崔先生又骂他 他只好乖乖的低下了脑袋 这货呀 张士飞苦笑啊 然后对着崔先生说 你的意思是脑子 思想是吗 嗯 上路 一旁的一心心赞赏的说了一句 崔先生也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思想 说到这儿 那崔先生便对张士飞讲出了 蓝衣女鬼不为人知的故事 原来啊 蓝衣女鬼的过去 并不是张士飞想象中的那般疯狂 虽说他这两年被崔先生将他跟董思哲撮合到了一起 但是之前的那几十年他却是在一间破旧的废弃教室中度过的 这些事啊 张士飞之前便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崔先生跟他说过 说着呢 蓝衣女鬼死后啊 就一直在之前自己跳楼的那个教室中等待着自己的爱人 本来呢 他只是因为执念 所以才逗留于人士 他的心中并不想害人 可是等过了几十年以后吧 那栋破旧的教学楼要被拆除 然后盖新楼了 所以他情急之下 才会变成凶物黄衣女鬼 也就是半淫半煞 张士飞有些纳闷 不是这些你都告诉过我呀 崔先生点了点头说 是啊 不过我没有告诉你 其实我遇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害了两个人的性命了 他杀过人 张士飞跟李兰英心中顿时一愣啊 回想起那蓝衣姐姐笑呵呵的脸 也不像是宰过人的模样啊 原来那女鬼还是黄衣服的时候 确实弄死过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身份是拆楼的民工 正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死亡 当时的崔先生才会找上他 不得不说呀 这一切原来真的是在因果之中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要知道那黄衣女鬼杀人的时候 是一时被煞气所谜 完全没有了思想 所以才会做错事 在之后的几年中 虽然他如愿以偿的跟那董思哲在了一起 但是心中的却总是浮出悔意 要知道他可怜呢 但是那两个工人却也是无辜的呀 因为他一时的冲动 无缘无故的毁了两家人的幸福 所以这件事也深深的影响了他 成为了他的一大恨事 从那以后呢 他一直不敢再露煞气 因为他明白 可能自己的一时冲动 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事情 幸好董思哲寿终正紧了 他想早日脱离这份孽然 然后呢去地府领罪 但是不成想命运捉弄之下 董思哲被小九吞噬了 落在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他在强烈的刺激之下终于忍耐不住 变成了蓝衣服的急烟急煞鬼王 刚才说了 在急烟急煞的状态下是没有思想的 一切都是靠着杀戮的本能 当众人费尽千辛万苦 破去了他一身的煞气以后 他便恢复了意识 恢复了意识之后呢 心中除了无尽的悲伤之外 另外一股情绪也随之而来 那就是忏悔 他心里明白 如果不是有崔先生一干人等的话 周围的居民都会惨遭他的毒手 要知道这几年恢复了意识以后 他也不是停滞不前的 思考 让他对人生以及命运 有了更深刻的见解 要知道自己虽然可怜 那是确实 死后还要苦苦等待的男人 到头来竟是一场空 放谁身上 谁能不觉得自己可怜呢 可如果呢 如果没人阻止他 那死在他手中的人何之百迁呢 将心比心 到时候那些悲剧 又要谁去可怜呢 当张士飞跟他说出那句话以后 他的心里终于明白了 其实啊 这一切都是报应 自己死后所杀的那两人之夜果 今日尽数得偿 董思哲之死是为一果 董思哲之魂散是为一果 两果相报尽在命运之中 于是怀揣着对自己曾经所杀两人的那份忏悔 蓝衣女鬼呢 便不想继续下去了 他明白 即使自己再纠结也是于事无补 只会给崔先生他们继续添麻烦 还是那句话 他等的时间太久了 其实他等的并不是董思哲 也许只是一个赎罪的机会 之前的他太过于天真 如今终于领悟 于是便将一切放下 执着不在 由崔先生引路 希望下地府能用自己的努力 去偿还一切素业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素业有很多 人生在世正所谓身体发夫 受之父母 自杀是为大业 虽不在忤逆重罪之中 但是其罪孽也是深中了 所以啊 讲到这儿再提一嘴 人生下来都有着自己的命运 这种东西啊 直到走完全程才能看清其原貌 中途退出的惩罚呢 是很重的 生活虽然不能尽善尽美 但是也是唯一的存在 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或者伤害 就要有轻生的念头 不可置疑的是 自杀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是自杀之后呢 还是无法脱离痛苦 往往更大的痛苦随之而来 不过那时 也许连听你诉苦的人都没有了 所以啊 自杀是十分不理智的行为 要知道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孤独 但却并不是单独的 虽然你未曾发掘 但是因果却早已种下 母亲十月怀胎之恩 享受时光仍然之情都会还清 怎能算得上了无牵挂呢 什么死了就一了百了 全是混人的屁话而已 这充其量啊 只能算得上是逃避 短暂的逃避所带来的 往往不是解脱 而是更深的伤害 这便是天道 原来啊 他是不想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了 所以才将痛苦藏掖于心 抱着一颗恕罪之心 踏上了阴氏的道路 张世飞摇了摇头 真想不到啊 那蓝衣女鬼 竟然会想得如此之多 我觉得啊 命运对他还是不公平 李莱英听到这 也不惧怕崔先生再骂他 还是将心中所想的说了出来 崔先生这次呢 却并没有骂他 而是对他意味深长的说道 说这些的啊 往往都没有想明白 命运对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公平的 因果的牵制之下 你不能抱怨命运 只能做出选择 说到这儿 崔先生望了望一旁的蔡寒冬 蔡寒冬苦笑了一下 显然已经明白了崔先生的意思 张世飞一看蔡寒冬 也就跟着明白了 因为蔡寒冬的那只眼睛 认识蔡寒冬之前 张世飞一直不相信命运 但是现在他却深信不疑 那黄音女鬼虽然凄惨 但是谁又能知道 他上辈子做了什么恶业呢 当然了 他现在已经前往了地府了 这些事恐怕都无处查询 不过张世飞的心中却明白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可怜 可怜之人势必有可恨之处 这就和之前他遇见的那王首例一样 这辈子虽然老婆一个接一个的死 孩子眼睛还瞎了 可是这都是自找的 上辈子种下的恶业 没什么好说的 张世飞越来越觉得 因果这种东西 简直就像是一台极其复杂的系统 通过人的选择来决定以后 甚至来生的命运 唯有大智慧者可以逃脱轮回 难怪人都想当神仙 原来是打这来的 可是张世飞转念一想也不对 神仙虽然能逃脱轮回 但是却也逃脱不了命运 就像是那成天露着小丁丁的老包鹿黄 不也是被没做久的材料 这一命运而困在盈州的吗 这些东西太复杂了 张世飞感叹了一下 要是非要弄明白个所以然 这问题不比鸡生蛋诞生机来的简单 不过他依旧有些想不明白 那就是刚才崔先生所说的话 烟谷二字都是由自己选择而出现的 命运是公平的 张世飞实在是想不明白 自己啥时候选择了自己这个变成鸟人的命运 虽然说他曾经玩弄女人的感情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惨 难道是上辈子的选择 或者是别的什么时候 张世飞的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会跟启动 还是神经衰弱 一旁的李胖子此时 终于明白了崔先生所说 只见他若有所思的说道 啊 原来是这样啊 一抱还一抱 一抱还压着一抱啊 嘿 真想知道那黄姨姐姐的因果是啥呀 崔先生笑了一下 然后又倒了杯酒 他喝酒倒没机会 刘雨迪显然不管他喝酒 只管他抽烟 说到刘雨迪 张世飞真挺佩服他的味道 到现在大家吃的都差不多了 只有他还在不停的往嘴里送肉啊 腮胖子鼓鼓的 似乎吃的正是香甜呢 这次崔先生没有一眼而近 而是举杯跟众人碰了一下后 轻敏了一口 然后对着李胖子说 他的因果 咱们是不知道了 不过我想他自己会明白的 毕竟他去地府 就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 哪个地方啊 张世飞问 随先生笑了笑 你们没有听说过地府有一块石头 叫三生石吗 领到了鬼心以后的人 都可以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因果 效果跟冬子那眼睛差不多 我想那姐姐如果知道了自己这辈子 为何那么惨的原因以后 应该会释然吧 就像我们知道了某种因果以后 一样 三生石 张世飞倒是听说过 但是这玩意儿确实存在 对他来说还真挺惊讶的 想一想 他真是太咕噜寡闻了 于是他便对那崔先生说道 分头 今儿就今儿了 你接着把地府的事 讲给我们一些吧 保不住哪天能用上的 崔先生笑了笑 地府这事啊 从现在说到明天早上 也未必能说完 你挑重点吧 想听哪方面的 美女 李来英见刚才崔先生没骂他 顿时好着伤骂忘了疼了 他心高采烈的说道 地府美女多骂 滚犊子 一边凉味去 崔先生皱了皱眉头 对着李来英又是一顿臭骂 众人又是一顿哄笑 张日飞心想啊 李来英这货呀 是计吃不计打 耗甩这毛病啊 这两天刚好点 没想到现在又犯病了 不过那晚要不是李来英啊 估计众人还真就拿那 蓝衣女鬼没辙了 张日飞心里明白 自己这兄弟虽然平时点儿郎当 但是关键时刻呀 却绝对靠谱 现在听李来英想知道美女 张日飞也不忍他失望 毕竟问这些问题 就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嘛 不过张日飞也不好 直接说想知道美女 这不是自己找骂吗 他没那么傻 想了想以后 他便对那崔先生说道 就说说地府里有名的人吧 崔先生笑了 地府里哪有什么名人呢 都是名鬼 那就错了 旁边一直插不上话的一新星 拍了拍崔先生的肩膀 你上次回来不是说 说了几个吗 闹地府的那几个 瞧这记性 崔先生恍然大悟 然后转头对着张日飞 李来英他们说道 你还真别说啊 地府里面还真出过几个名人 听完崔先生这么说 李胖子眼神一亮 他本来想问这里面有没有女的 但是他忍住了 这次长了个记性 给了张日飞一个眼色 想让他问 张日飞苦笑了一下 他自然明白李胖子想说什么 但是他却没敢吱声 虽然说崔先生对他比对胖子强点 但如果他就这么直接跟崔先生说 有美女没有这种话 估计啊 以崔先生的性格 照样会二话不说 脱了皮鞋往张日飞的脸上招呼 于是他便问道 明人都谁啊 大师兄呗 那崔先生说到这儿竟然跟一星星他们一起笑了起来 张日飞倒是有点纳闷 什么大师兄啊 一旁的李莱英有些不解 不是 那是 分头哥 我能说话不 崔先生点了点头 示意他可以 李莱英这才敢开口 大师兄是谁啊 你们师兄弟吗 他话一说完 一星星又乐了 只见他对李莱英说 这笨哪 是游记没看过八戒吗 我擦 原来是猴子 张日飞李莱英连同的蔡寒冬 听完一星星的话以后都是满头黑线的 心想着这分头和这呆子这哥俩咋就这么不着调呢 齐天大圣都干出来了 这玩笑开的 实在是不伦不类了 于是张日飞苦笑着说 不 不对啊 那不是书里面的人物吗 怎么还真有啊 崔先生点了点头 煞有其事的说 其实我们谁又能知道 自己是不是书里的人物呢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 只不过我们只有到最后一刻 才能了解自己剧本的大纲 不要去怀疑任何的事情 不要让任何的东西蒙蔽你的双眼 专心做你自己的角色 这样也许会更快乐 好了 不废话了 最近废话有点多 说正题吧 刚才我说的确实是真话 想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也下了一大条 但确实如此 你要明白啊 丰都这种地方是货真价实的有进无出 即使出去了也是另外一个人 但是大师兄却能做到群朝地府 无压力 视为亘古第一人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那么这个大师兄究竟是谁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来说明天下来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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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